2016年文憑事卷1B第二条的D部分 题目就说永强每日都会在公司 透过电邮视伏器接收很多电子邮件 如果收很多电邮 小不免里面会有一些揽发邮件 所谓揽发邮件就是垃圾电邮 例如一些广告或者一些骗人的电子邮件 例如给一个假的连结你一按进去 有一个艺务的好似样的银行网站 我们叫这些是钓鱼网站 透过这些揽发邮件又寄到你的邮箱 看有没有中计 他就说这个电邮视伏器可以背对某一个数据档 而这个数据档里面就有一些字串 用来辨别揽发邮件 不然之就是下面这个就是那个数据档 里面有些字串 包括了恭喜中奖得奖者这些 通常都是垃圾邮件的一些关键字 骗你说你中了奖 有条连结叫你按进去 然后你又要打个人资料那类 他就说这个数据档就有这些字串 而这些字串是怎么处存的呢 他就说用一个阵列st 即是这一个 用来处存这个数据档 那什么叫阵列呢 阵列就是说用一个变数的名 例如有一个变数名就叫st 正常的一个变数 st就等于一个数字进去 但是如果是阵列的话 同一个名可以放很多个数值 例如你看到这里 st有个中括弧1 即st第一个就放了恭喜 st变量的第二个字串 就是中奖 如是者有st3 st4用个中括弧分辨去 去到st1000 就是得奖者 所以用同一个变量的名 st 就可以放很多不同的数值 只要有个中括弧有个数字 就可以分辨到他们了 这种叫阵列 一个变量可以放很多的 这里不止1000的 你看到下面还有的 所以可能1001 1002 st1003 一路放这些 揽发邮件的关键字串 有了这个资料库之后 他就想用一些算法 来看看究竟我们的邮件 里面有没有中这些关键字 当然如果一封电邮里面 越多这些字眼又有恭喜 又有中奖又有得奖者 那它是一个揽发邮件的机会 又大一点 那它下面就设计了两个算法 那它说这两个算法呢 结果是一样的 即是说两个算法 用了不同的写法 但是出来都是有相同的结果 那它就说这两个程式 用来检查变量 checkst的 换言之我们有一个字串 例如半军 随便举个例 有一个字串半军 那这个冠军的字呢 就是当用户输入这个checkst 那例如举个例 就是冠军 那用户输入这个字串之后呢 他就透过这个程式 看一下这个冠军这个字 先算 是不是在这个数据库档里面 查一下 看看符不符合我们那些 中了很多揽发电邮的关键字 其中这个程式里面 有用到一个变数叫N 那N是什么来的呢 那它就说N呢 就是储存这个数据党 字串总数量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数据党 字负总数量 现在这里字负总数量是多少呢 12345到1000下面还有 举例我当这个数据党 去到1050就完的了 一共有1050个 这些浪化电邮的关键字 那N就等于1050了 那所以这个呢 数据党里面的字串总数量 其实就等于我们那个阵列的长度 阵列有多少个数 那样解 如果阵列 存到1000就完的了 N就等于1000 阵列有多少个关键字 N就等于多少 D一部分 他就说假设 checkst 我们用户输入的字串 就是中奖这个字 反正我们这里 就不是冠军 而是中奖 如果他 checkst 用户输入了中奖这个字 他问你 你执行了这个算法之后呢 那番的数值是什么 番的数值呢 就在这里 整个程式行为 那番变了怎样 那番呢 一开头是负1 那我们就试试执行一下程式 那现在有两个程式 既然结果一样 我们当然选左手边这个 看起来简单一点的程式 试试执行它 那我们试试写空运行表 首先呢 就有一个输入啦 然后呢 你见到有番 和有i checkst 就是我们的输入了 那就是这里 书入checkst 就是中奖 所以输入了中奖 然后 番呢 就等于负1 就是我们的变量 很多时候的程式一开始 就会做一个初始值的 那现在这个初始值呢 是负1 很多时候很多程式 初始值的数 都是0啊1啊 那这个是负1 然后 开始有个切循环 切i 由1 至到n 那n是什么呢 n就是我们的 数据档的长度 有多少个的关键词 我假设当它是 1050个 那才算了 事实上上面没有讲到的 这个我们自己做下去的 当是n是1050个 那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切循环呢 就是 由1开始 i是1 做一次 做完之后要滚回去 然后做i等于2又一次 i对于3一次 所以切循环很容易看的 它由1到多少 那你就知道它其实是循环缩排的一次 这里呢 就循环1050次 然后下面这里有个如果的 如果呢 就不用循环 如果呢 纯粹做一个分流 如果 用户输入那个 是等于si 如果i是1 就看它是否等于s1 如果i等于2 那就看它是否等于st2 于是者呢 将用户输入那个中长呢 逐个逐个和我们对比 和st1对比 和st2对比 和st3对比 一路对比到1050次 然后程式就完了 如果是等于的话 就将个翻的数值 由它-1 变成i 如果是第五个发现 那就翻到5 那我们详细执行它一次 看看这个如何运作 一开始 i是由1开始 所以i是1 如果 checkst等于si 那我们就照射 首先呢 现在是i等于1 所以现在呢 是st1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 checkst 即是这个中长这个字 是不是等于st1 中长 是不是等于st1 不是 boss 不是 好呀 如果不是的话呢 即是不用做这里 是才符合条件 才下去 下边一句 不是 分流了另一边就没有了 没有就滚上去 滚上去 就是试一下i等于2 那就继续了 i等于2 2 即是check st2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checkst checkst 就是这个中长 st2就是中长 所以checkst是等于st2 所以今次 是的 true 好 true就要走下面这句 对了 要下来这里了 条件符合checkst 是等于st2 所以 番会变成i i现在是2 所以番就会变成2 所以在这里 番呢 会变成2 做完这个之后呢 继续 i是等于3 于是checkst 是不是等于st3 不过题目 不过题目并没有给到st3 是没有给到的 不过我们应该可以相信这些关键字呢 没理由上面都有中长呢 下面又会重复的 这里1050个呢 应该每个关键字都不同才有意思 没理由同一个关键字摆几次的 所以呢 下面应该全部就算一直摆到1050呢 都不会有再有中长的了 所以 我们可以推断 i等于2就中了了 然后i等于3 做一次 i等于4 5 6 7 8 9 1050次呢 这一个条件都应该不会再符合的了 因为我们上面st2呢 已经中了我们那个中长了 所以下面不会符合 所以不会再移到番这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到呢 在这里将这个番做了2之后 下面应该不会再将番呢改变了 因为下面这些只会全部都是force的 一直去到n等于1050 i等于1050 当是最后那个啦 都应该是force的 因为关键字只会出现一次了 所以这条的答案 番最终的值是什么呢 那根据刚才我们的空运合表会见到啦 番呢 在第2的时候 i等于2的时候呢 转了一次之后呢 之后都不会转 所以最终整个程式 行完1050次呢 那个番应该都是2的 然后D2部分 它叫你呢 举出两个checkst 就是别人用户输入的字串 的测试值 换言之呢 现在是做完这个程式之后呢 就想试下这个程式 有没有错误 那就要你找两个测试值 来检验这个算法是否对的 那要你描述的答案 即是说你不是这样讲出测试值 还要讲出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些测试值 那通常如果一些数字上 数值上面的一些程式 例如0至100之间那些呢 那些呢 那些呢 就会找一些边际个案 用来做测试值的 例如扎证的0 前面的负1 和后面的1 这三个就是边缘数值 100 前面的99 后面的101 和扎证的100 这些都是边际个案 可以用来做测试的 不过呢 这一条是一些文字来的 这个checkst是文字 所以呢 就没有所谓边际个案的 不过概念都有一些似的 比如刚才讲的0至100呢 我们会找一些有效的数值 用来试下这个程式 另外找范围以外 一些无效的数值 用来测试程式 所以这一条可以用文字上面 输入两个测试值 就一个应该在我们的范围以内的 另一个就应该找范围以外 在我们的程式里面没有的 用来做测试 那我们就看看什么叫范围以内 用户输入了这个数值 主要用来试下 在我们上面这个数据档里面 有没有中了这些字 那所以呢 第一个叫有效的测试值呢 就应该找一些在这个数据档里面的数值 然后试下去 例如找这个得奖者做这个测试数据 进入这个程式里面 应该就会输出它是第一千个 于是呢 我们就成功测试到得奖者输入去 输出一千 那就是证明呢 找这个数据档有没有中了那个字串呢 输出那个数字呢 是可以的 所以第一个可以用的就是 在这里里面的得奖者 或者用恭喜都可以 那就不要重复用中奖了 中奖刚才的例子已经用了 那这两个都是在这个清单里面的资料 另一个可以用来做测试呢 就不在清单里面 试下找一些一定不在这个揽发邮件清单里面的关键字的一些字眼 然后我们进入去的时候呢 果然没有数字输出 翻都是-1的 那就是证明 没有中到里面的呢 会翻保持着-1的程式没有错误了 那于是你要想一下有些什么字眼呢 不在揽发邮件的关键字清单一定跟揽发邮件无关的 那我就可以用了 例如在email上常见的 譬如你好 那这些呢 很常见的礼貌 借借 那这些呢 通常很多电邮都会有的 如果它列在这个揽发清单里面就更多了 那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例如哈佬 那这一类 常见的邮件里面的字眼 而不应该列入揽发邮件清单的关键字眼 作为我们第二个选择 那我解决刚才我说了 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个是在那个数据清单里面有的字 另一个是不在清单里面的 作为测试的程式 在两个范围里面是否都是有效